记者国安家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日抨击发虫进老市买票 媒体今早询问没有县市首长赞成停发 柯文哲回应 今早幕僚有将各界发言列表 他觉得很有趣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大声讲说发虫阳进老金是对的 大声去捍卫都是故左右而言 他这是典型的大家心里都知不对 但是还是做了 他认为这样鸡飞城市很难处理 媒体追问柯文哲是否用大数据散过砍尽老金少掉多少票 柯文哲为正面回应 对媒体说你去读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行为 经济学有讨论此题目 这叫流失的反感 当现有东西你给他拿掉 反感程度至少要花两倍以上成本补偿才能补回来 你回去把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论文读一读 就有讨论这重阳进老金 另一方面 柯文哲补助私有政策也IP政策买票 预算不够 对此柯文哲表示 其实预算他们都有准备 还在范围内财政事先都有算过 大概钱在哪里都知道 这不是要透过追加预算 钱藏在教育基金里面